冬至是一个在中国传统节气中极为重要的节日 代表着阳气渐刷 阴气渐长 是一年中白天最短 夜晚最长的一天 冬至通常在每年的12月21日至12月23日之间 这一天在中国的各个地区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庆祝方式 冬至这个节气的来临标志着冬季正式的开始 也是阳气逐渐回升的起点 根据中国古老的观念 阴阳五行理论认为冬至是阴气达到极点的时候 之后阳气将逐渐抬升 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因此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冬至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人们会以庆祝的方式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冬至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饮食节日 人们相信在这一天使用特定的食物 如汤圆、饺子等 能够保佑家庭的幸福和团圆 其中 汤圆是冬至节日的经典食品 因其圆滚滚的形状 寓意着家人的和睦和幸福 人们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共同享受这些美味的食物 并祈求来年的好运和顺利 此外 冬至在中国的一些地区 也有着特殊的庆祝活动 例如 在南方的广东地区 人们会举行冬至节试 人们可以在市场上 购买到各种节庆食品和商品 在北方的一些地区 则有着舞龙、舞狮等传统表演 为节日增添喜庆的氛围 此外 也有一些地区 会在冬至夜点燃篝火 以象征驱逐寒冷和厄运 迎接新的一年 冬至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 也有着一些特殊的意义 根据中医理论 冬至是阳气开始升腾的时候 此时 人体的阴气达到极点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保暖 以避免感冒和疾病 人们会根据中医的建议 调整饮食、作息 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健康 除了中国 冬至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也有着不同的庆祝方式和传统 例如 在日本 冬至被称为冬至节 人们会吃一种 名为汤圆的食物 类似于中国的汤圆 象征着家人的和睦和幸福 总之 冬至是中国传统节气中的 一个重要节日 代表着阳气健身 阴气健衰的过程 这一天 在中国的各个地区 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庆祝方式 人们会以特殊的食物和活动 来迎接这个节气的来临 同时 冬至也像争着希望 和新的开始 人们会在这一天 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 祈求来年的好运和顺利